今天晚上,这故事比较特殊,这故事是前两天,凯神的邮箱里边收到了这么一封邮件,这邮件一上来,啪啪啪先给我介绍,意思就是说凯神我也是主播,而且你差远了,我当年火的那会儿就告诉你我多厉害,啪啪啪给我说了一大堆,但是我当时一看这邮件,我觉得这干嘛,这哥们找我显摆来了,气我是吗,看我不行,结果一看后边,原来人家有个故事, 所以马上我静下心来,把他这故事看完了,结果没曾想,这故事还挺精彩的 今儿提供故事这哥们叫罗迪,他曾经干过主播,而且干主播的时间是在2010年到2013年,后来他不干主播的原因,他说是因为平台管制导致他没法做了,不然的话他要干到现在 我差远了,他早成为一线主播了 那这会儿大家就好奇了,他是播什么的,给他停止了,不让他播了 其实有些朋友已经猜出来了,没错,他是个探灵主播,就是拿着摄像机叫着几个哥们姐们四处给大家拍 这些荒山野岭啊,破旧学校,破旧医院啊,废弃工长啊,就是干这个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在2013年14年之前,做这个的主播特别多,特别火,但是到后边就开始管制了 当然了,其实80%以上都是好人,不是坏人,但是有小部分人群利用这种东西传播封建迷信 所以说弄得国家也没辙,只能把他们尽量的都给劝退了 那咱们今天这哥们呢,他当初就是这么一员,而且还是某平台能算得上是前三做探险的主播 他说,我当年呢,我告诉你啊,每天直播的时候呢,上万人,我一点都不吹牛 随便一晚上,打赏啊,打个一两万跟玩一样,我那会儿人整个都飘了 这见天完全的就是什么都不干了,天天四处找着废弃工厂,破烂地劲什么的 我就想进去瞧见点啥去,因为每天工作压力非常大 因为一开始好多人是新鲜,人家没看过,但是老跟你这儿待着,老跟你这儿待着 发现你这儿每次都是虚惊一场,啥也没拍着,我们挺挠头的 可是到了后边,为了维系听观众,没招了,实在没辙了,我朋友就出主意 不行,咱买点道具,化化妆,咱假扮点东西 这样的话呢,咱为了维系直播间的气氛,能让大家也刺激自己 可是我当时一开始,我说实话,打我心里,我挺抗拒这东西的 因为假扮这玩儿不好,再加上我们干这个的,本身就有危险 去的这些地儿,你不知道招生什么 所以我就一开始没同意,但是没隔了些日子,我们这些同行里边就有人捣乱了 有人率先一步,就开始假扮着,就是省鬼什么的吓唬人 所以我一气之下,我一看这个,那你拉我直播间的人,我不关你这套了 我也开始扮起来了,而且啊,我对这些东西很懂 我扮出来的不像他们扮的那么假,什么弄个大绳子上吊吊在上面,那不可能 那是假的,我扮的似真非真,似假非假 但是结果呢,我这粉丝们觉得我弄的特别好的气氛 所以一下子,我又活了 可是活了没些日子,有一天晚上大概是十一点多吧 我们来到了这么,我们这城市边上郊外的一个破工厂里边 结果这一天,遇上事了 而且遇上事之后啊,我们整个一个团队里边六个人 转过天来病倒了仨 后边啊,我可能停播了得有一个多月 好长时间我都不敢播 再到后边再播下去啊,我就心里阴影了 但是后边呢,等于就不让我们播了 我们也就停了 不过直到今天,那天晚上发生的事都解释不清 我现在给凯神写着的东西的时候 我这身上的汗毛还嗖嗖嗖的立了 他说的这段话,这就是个前言 啊,给咱们铺垫一下 意思是说他这事很吓人 所以呢,接下来我就给您讲 到底这天晚上大哥直播,遇上什么事了 出事的这天晚上是应邀听友们的要求 来到他们呢,辽宁一个小城市边上的一个破废机工厂里边 当时移并去的,加上他一共七个人 等于团队六个,主播一个 实际上他们这天不是十点多到这儿了 晚上八点半就到这儿了 而且带了好多道具 并且大哥还编排了剧情和本子 安插一会儿到几点几点的时候 谁在门那边待着 谁在树林那边出现 全都安排好了 当时啊,一共是三个点 安排了三个人装鬼 可是等到了十点开播 一开始没发生什么事 但是播到了十二点不到 跑到第三个点的时候 大哥说出了怪事了 到了第三个点的时候 本来早就安排好了 在那个位置一个油桶后边 蹲着一个我们的哥们 这哥们呢 一会儿在出现吓人画面的时候 露头啊,不能全露出来 露半个脑袋顶子 然后呢,他蹲着 假装呢,挡在这油桶后边 慢慢往前走 让人感觉像是个小孩 个儿特别矮 打油桶后边飘过去 然后这会儿 我对着镜头一惊一乍 我一喊 哎呀,有鬼 然后让大家再看上一眼 就这么一个插曲 把它插过去 可是本来都商量好了的 我刚走到这口边上 我当时还往远处看了 没错 当初定位的就是那俩油桶 心里边都做好准备了 一会儿一定要把这点演好了 可就在这姑娘 忽然间的就打这油桶旁边的一个小门里边 走出来个人 这人也穿着个白衣服 长头发披肩 挡着脸 我当时一看 这不说好了 在油桶后边吗 你咋怎么从这小侧门出来了 但是此时镜头对着我了 我不能垮台呀 我就硬着头皮接 哎呀,这这啥玩意这是 这啥从这里边飘出来的 啊,快跑啊 然后转过头 我跟后边摄影师我们俩 就往反方向跑 可是当我们俩跑出去了 也就二十多步吧 我油桶后边不是藏着个哥们 在那扮鬼的吗 他也奔着我们镜头这边跑过来了 而且他跑过来的时候 那动静比我们喊的还大 跟跟他们宰猪一样 我当时给我气的 你干嘛过来呀 这不露了馅了吗 啊,鬼怎么能 能害怕往前跑呢 对不对呀 可是此时已经没救了 镜头前就这么波长 并且这会儿直播间 下面的弹幕笑的 说我是演砸了的 那大家都在打字 我当时对着镜头 别提多丢人了 可是就在这功夫 只见朝我跑过来扮鬼这哥们 跑到我边上一把拽住我胳膊 哥,哥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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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弄电话了 快走 后边有真鬼 啊 我当时说实话呀 我是觉得啥呢 他这是不是要跟我演什么戏 啊,那意思 他有什么新的 玩点更真实的剧情 我就把花接下来了 我就问他 啊,真,真,真有鬼 然后他就说 哥,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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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闹着玩 真,真有,快走 哎,我一看这太好了 他演的还挺真 马上我就叫摄影师使了个颜色 把镜头对着他 但是等着镜头对他照过去之后 万没想到 这大哥伸手就把镜头给挡上了 哎,别着了,别着,快走 我这会儿觉得不对了 因为此时 他那个面部表情 还有他身上那个动作 不像是装的了 马上我就尽量拿手挡着麦克风 小声的问他 咋了,咋了 然后他告诉我说 哥呀,刚才打小屋里出来的那个 那不是我 你是不是还以为那是我了 不是我,我不认识他 不是咱的人 好嘛,这一下我这才明白 为什么他这么紧张 可是我摄影师是个女的呀 我这摄影师当时听见我们俩说话了 马上害怕了 当时也顾不得拍我们俩了 把这摄影机往反方向一带 掉头就喊着我们跑 这会儿由于整个现场乱了 我也顾不上了 完了,整个眼砸了 我就跟着我这几个朋友 我们一块儿就跑出到外边去了 到了外边剩下那几个半鬼的 刚才都忙活完了 都在门口的等着我们 一看我们打里边跑出来 并且摄影机没关 开着摄影机了 当时他们就懵了 咋了哥,出啥事了 然后我们这才把刚才的事 烂七八糟的讲给他们 最后亲和我们也商量了 得了吧,今儿就这样吧 快把直播间关了吧 最终这一团乱之后 我们把直播间就给关掉了 但是关掉直播之后 我们当时吓坏了 这怎么办呢 这是 刚才能看见的那个 到底是什么呀 可是我们当时是在这工厂的 一个大门外边 我们汽车边上正商量着 就在这工厂 我们其中一个 就是一块儿来的 朝着工厂上边屋顶三楼的 一个窗子就指 哥,哥 你看那是啥呀 马上我们就都看过去 我的天哪 只见刚才那个女的 就站在那窗子边上了 而且这时候 这女的她看着我们呢 就是朝我们这方向看的 我顿时间就搅着不对劲了 立马我就喊了一声 快车 然后一帮人 呼啦 就全都跑我们这面包车上 到了车上之后 得打油门啊 结果不知道为啥 这油门就是打不着 怎么弄都弄不着 我们甚至都决定要弃车而逃 不过最后啊 打了可能得有好几十下吧 终于把这车打着了 然后我们失了慌张的 就跑走了 咱这大哥跑出去之后啊 实际上没走多远 走到了 算是刚过了他们那条小道吧 前面就发现路边上有个大烧烤摊 烧烤摊呢 人还挺多的 当时就有人提议 哥咱别开了 都吓得不行了 结果呢 他们就把车停到这烧烤摊 这吃东西 由于吃东西的时候 他们好几个人聊这事 聊得神秘兮兮的 上菜的小伙子 等于就听见他们说的这事了 然后这小伙子过来就跟他们掺和 哥 你们说的是前面那 轨道那边那工厂吗 大哥他们当时啊 嗯 你 你知道吗 我知道吗 那边有个破工厂吗 不是 你们咋了 你们看见啥了 然后大哥有一搭不一搭的 就把刚才的事 简单的给这小伙子说了一下 然后这小伙子就告他们说 哎呀 你们是主播呀 我说你们都穿的这么时尚 那么时髦呢 哎 那个啥哥 那工厂可不能去啊 那可不行去 那个厂里边闹鬼 我们这周边人都知道了 大哥当时一听完啊 怎么闹鬼 有啥传说吗 然后这小伙子就说 哥 你等会啊 我不是在这门口的 我听老板他们说的 老板呢 接电话呢 我跟他说一声 一会儿让他给你讲 我们老板特爱讲这个 结果这小伙子就走了 不一会儿 也就十分多钟 跟着老板俩人就来到大哥这桌边上 接下来 老板就告大哥说 哎呀 我听他们说了 说 你上那里边探险去了是吗 然后大哥马上点头 老板说 哎呀 那厂可不能去啊 那厂是后边村子的三产 干的老红火了 后边就是因为闹鬼 他们这厂房都不要了 现在工厂搬到前面那村子后边的一片大厂房去了 这厂房直接就废了 到现在都卖不出去 一万五千块钱那一大块地 没有人收 你琢磨琢磨小伙 他那位置不错啊 是吧 而且那连着到边 那地儿要是一万五的话 我能盘过来 我上这儿干烧烤摊 就不就完了吗 这我都不能要 所以说你那家工厂 你可千万不能再去了 那不是闹着玩的 大哥当时他们听完了 这老板讲的乱七八糟的好奇啊 那老板你说说 他这里边有什么故事 然后老板说 啊 这故事太具体 我也不知道啊 但跟老娘们有关系 他是 好像是厂里边的一个老板吧 要不然就是股东 副总什么的 搁着厂里边弄了个女的 结果没曾想啊 俩人正那什么半截的 让那媳妇给装上了 他这媳妇损呢 装上完之后呢 他没挑明 转头就走了 走完回家 就叫上自己的一个哥哥和俩弟弟 拿大棍子就来了 来了之后 咱说实话 你应该打那男的 这是你老公的事 对吧 他们几个人拿大棍子 棒人家那女的 没两棍子 给那女的就打得昏过去了 而且说后边好像就没救活 等于就死了 就打这开始 这女的是冤魂不散的 就在这厂里边待着 你说 这事要是个传说 要是个故事 他们能放那么大厂房 不要了吗 对不对啊 那肯定是厂里边人 搁这干不下去了 他们才搬走的呀 而且打那开始啊 就搁现在 这村里人呢 都不打那条路走了 全都是因为那厂里边闹鬼 导致的 大哥当时他们听完都目了 这会儿终于明白了 自己本来是想到 这破工厂里边玩玩造型 烘托烘托 直播间气氛 结果这回撞上个真地劲 而且不但撞上个真地劲 还瞧见了东西 所以转过天来 这哥儿几个 好几个吓得回家都发了烧了 而且大哥呀 是前琢磨后琢磨 都觉得自己先暂时不能播了 当时大哥 还不敢把这事说出去 在群里边只是个二大伙说 说昨天晚上摔着了 身体坏了 暂停直播二十天 可是当时的这些粉丝们 都认为 大哥昨天晚上那是搞砸的 丢了大人 播不下去了 大哥本来也没这件事 觉得挺可惜的 自己刚找着的一个新的 事业的路线就这么给断了 可是他说也没啥可惜的 后边没过了半年 国家就不让做这种直播了 直到现在也有人做 但是都做不成 没些日子就疯了 今天咱们讲一期医院的故事 因为好几期都没讲医院了 一旦医院的故事总不上架 朋友们会不开心的 那咱今天这给大家讲的故事说了 是要讲医院里边的 那这事发生在什么地儿 这家医院呢 是坐落在广东的 这么一家大型的综合医院 当时咱们的听友了 就在医院里边正上着班的 咱家的这个听友啊 是2012年来到这家医院 正式实习上班的 到了13年年底的时候转正 14年的时候 就已经成为这家医院的 正式员工了 当时是把它分配在住院部 负责住院部这边病人的 一些护理啊 还有急救啊 负责这些事情 但是他说上班上到 2015年这年的时候 这年呢 我赶上一天正在值班 这天晚上发生了一件 奇怪的事情 这件事啊 直到今天 我的同事们还在讨论着 也就是说 我们住院部的人 基本上是没有人不知道的 那这个事啊 咱就得打 15年给大家说起了 15年的夏天 大概接近末尾的时候 我们医院里啊 转过来了一个特殊的病人 这病人转过来的时候 已经不到90岁了 马上就90了 而且呢 这病人是个孤老户 无儿无女 没有家庭 等于所有的费用 一开始都是国家承担的 但是到了后边 这个费用直接就下发到 我们医院上了 等于就是让我们医院 来负责这个老人 帮这个老人养老送终的 实际上每个大型的 国家纪医院里边 都有这种特殊的病人 我们呢 对待这种老人呢 都是一视同仁的 就当着自己真正的病人去照顾 不能说是因为 他是因为国家负担的 或者医院负担的 我们就对人家不好 那是不可能的 我们一定是对人家万分细心的 但是说句实话 这个老人是非常难照顾的 因为这老人是完全没有听力的 什么叫完全没有听力呢 就是助听剂佩戴上 也是不管用的 老人是什么都听不见 耳膜已经完全的萎缩退化掉了 而且这个老人呢 没有牙齿 说话呢 说得不清楚 再加上讲了一嘴 老式的客家话 我们几乎上是听不懂 他在说什么 所以基本上跟这老爷子聊天 包括询问这老爷子的情况 我们都是打手势 跟这老爷子交流的 但是人家这个老爷子呢 特别老实 特别稳当 平时呢 也不说什么 没什么特殊的要求 就是正常的一日三餐 吃喝拉撒睡 我们天天就是这么照顾着这老爷子 那说到这儿 有人就得有质疑了 那这种老爷子 应该送到养老院去 对吧 国家有专门这种养老院呢 怎么送到你们医院来呢 当然了 因为这老爷子 他身上肯定是有病的 到我们医院这边来呢 是治病 由于老爷子身上的病 是带有轻微的传染性 就是肝脏方面的病 他不能住在养老院 养老院那边人家不接收 但是老爷子这个病 虽然这么大岁数了 但是不至于到 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 需要在医院长期护理着 所以就这么着 等于就送到我们医院来的 老爷子 由于这个病是有轻微传染性 那一定是放在特殊的病房里 我们每天对他的照顾呢 不能叫无微不至 但是我们会很细心认真的 可是 每天老爷子 说实话 还是会闹出一些误会来 比如说老爷子说了 他想吃鸡 我们听不懂 弄不好给老爷子 就弄来他是包子 老爷子比如说说了 他想吃面条 我们不明白他的意思 弄不好给他就端了一碗西饭了 所以您说站在这老爷子的角度 他是完全快乐的吗 他不可能快乐 但是从我们的角度 我们尽心尽力了 当时呢 的确就是这么一个现实的情况 然后就是接下来 接下来 打老爷子转院来 有这么三个多月吧 没发生什么事 眼瞧着 老爷子的病 逐渐的开始 算是平稳期了 没什么大问题了 可是忽然间的有这么一天 这天下午呢 是我和另外的一个护士 到老爷子病房给他检查的 刚进去 给他检查完之后 这老爷子直接拿手一把 拽住了我的衣服 死活就不让我走 好像是有话对我说 并且接下来对着我 比划出来的好多手势 好多意思 我好像大概明白 老爷子示意着 是找我要酒喝 要肉吃 那你说这能给他酒喝吗 这么大岁数了 我是医生 那是不可能的 还有肉 肝病的病人是不能大量吃肉的 我们也得控制 但是老爷子 笔乎中显示的意思是 想上我们给他摆上一桌 说白了吧 弄上好酒好菜过来 那我们不可能同意啊 然后就给老爷子在这解释 但是今儿不知道怎么了 这老爷子 你还没跟他解释几句了 直接跟我们急了 这老头极为的温柔 从来没跟我们闹过 也没耍过性子 因为老小孩嘛 岁数一大了 人像孩子一样 但这老头他没有过 可今儿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事就过不去了 老爷子由于耳聋 听不见 嗓门就会变得特别大 喊得整个我们这个住院部里边 是震天震地的 光听见老爷子一个人在那叫唤 当然了 这次是老爷子第一次喊 我们当时也没想到 这么大岁数的一个老头 怎么这么大气力 然后这天是闹到了晚上 可能得有五点多 弄得我们几个是焦头烂额 因为也不能让他闹得太凶了 院长啊 领导们听见了 这叫什么呀 对不对 我们得控制住了 但问题是 这老爷子是极为的任性 死活就是不行了 最后逼得我们没招了 就让护士给他打了六七个小菜过来 摆在他面前 跟他说 爷爷 您吃这个吧 啊 这个您能吃 酒烟那是不能抽的 那怎么都不行 可是您猜老爷子怎么着啊 伸手一下子把摆在面前 这桌子就给掀了 撒了一个床的菜 说实话 当时把我们也气坏了 可是由于这天发生的这些事 这事闹得我们整个科室没人不知道的 这其中就有一些老医生站出来说 你们呢 稍微注意点这老头 这老头这个一反常态的举动不太对劲 以我干了这么多年的经验 我感觉这老头啊 有不祥之招 那这个医生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说白了就是说这老爷子那么不好是回光返照了 因为以他的经验告诉他 很多病人在临走之前都会出现这种一反常态的情况 但是以我看来他这说的有点封建迷信 不靠谱 我觉得这老头的从各方面的身体征兆上来讲 不像是有什么生命问题的 所以我并没有把这些事放在心上 但是这天晚上他赶上是我值班 晚上我还得盯着这老爷子 因为刚才八点多钟的时候 两个护士加上我 哄了半天骗了半天 才让这老爷子吃了半个茶烧包 喝了一碗小钟 这老爷子消停的不到九点钟这才睡着的 那这老爷子这中心睡着了 我们这才呢 腾下手来去忙活一下别的病人 因为病房这边什么患尿管的 打什么安眠药的 打针定剂的 有的是得把整个病房忙活一圈 一猛子扎下去 这一干活再一转眼等歇下来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一点多了 然后这天累的我们是精疲力尽的 我们几个人干完活了这才说 哎呦得了全忙活完了 可算是喘口气了 走吧咱回办公室吧 然后我跟着两个护士 就回办公室待着去了 到了办公室坐在那儿 我们就聊起老爷子的事 就说这老爷子今天一访常态的问题 可是也就是聊了有这么二十多分钟 忽然这办公室外边就传来了敲门的声音 马上其中一个小护士就说 谁呀 谁呀 小护士问完 这个外边敲门的人没有回答 只是继续敲门 这第二次敲门我就有点烦了 怎么这人不说话呀 然后我就跟坐在门口的一个小护士说 张姐 我们给开门看看是谁 然后另外一个小护士 他守门守得比较近 起身就开门去 结果门一打开 我们三个人傻了 这站在外边 一个穿着老式军装的人 这人身上穿的衣服 我跟您说实话 如果走在街上是没有一个人不会看他的 为什么 因为他穿了一身灰色的老式军装 这种军装可是解放前的衣服 谁穿这个呀 但是这个人虽然穿着打扮奇怪 可是人看起来挺善良的 岁数应该也就是个十八九岁二十岁 年纪轻轻的一个小伙子 皮肤有黑有黑的 而且呢 脸上长得笑默默的样子 就站在门口对着我们笑 我这会儿 说实话有点奇怪 我就用奇怪的口气问他 不是 您是 您是干什么的 然后这人回答我说 当兵的 啊 您这是什么兵啊 这衣服穿的 可是我问完这个话之后 这人并没有回答我 只是笑嘻嘻的问我 啊 我 我是来找人的 找我们连长 哦 您 您是看病人的家属是吗 不是 我就是来 接我们连长走的 哦 您是接病人来的 呃 对 那您接的人叫什么呀 哦 叫 刘启刚 什么 叫 叫 叫什么 你再说一遍 叫刘启刚 啊 我马上呢 一听他说这刘启刚 三个字 我觉得有点耳熟 好像 我们这真有一个病人 立马我就把眼神 递到了护士那边 意思呢 就是询问一下护士 你认不认识刘启刚 然后站在门口的小护士 就开始翻着眼睛 向上想 一边想着嘴里边 一边念叨 刘启刚 俺是有叫刘启刚的 哎呀 我怎么提笔放字呢 谁是刘启刚 哎 对了 那个 王大夫 那个刘老爷爷 是不是就是刘启刚啊 嘿 他这么一提醒 我琢磨起来了 老爷在入院的时候啊 我看过他资料 好像他真就叫刘启刚 但是不对啊 这老头 怎么成连长了呀 所以我这会儿就好奇了 马上就问这小伙子 就是门口穿军装的这哥们 我就问他 那 您找的这人 是不是一个古老户 八十多岁的 姓刘 一个老头 然后这小伙子当时 想都没想 特别快地回答我 不是啊 我找我连长啊 我真常二十多岁 可是他话刚刚说完 自己好像回国温来了 立马又转了话锋 又告诉我说 哦 哦 是八十多岁 八十多岁 八十多岁 对对对 八十多岁 就叫刘启刚 麻烦您 他在哪了 嘿 我当时这一听 这人到底是干什么的 他本来打扮的就奇奇怪怪的 而且说话语无伦次 一会儿是刘启刚 一会儿不是刘启刚 一会儿又说刘启刚二十多岁 一会儿又说刘启刚八十多岁 这人别再是神经病吧 因为医院里边经常出怪事 什么病人都会出现 这难不成上这儿捣乱来 顿时间我就对他开始产生质疑了 说白了吧 同时也有点不开心了 我的态度也就变了 跟他说话的口气 同样也变了 我就偏严厉的问他 哼 你不是 您到底认不认识这人呢 您到底是干什么的 您得出示您的证件 说清您是什么情况 我才能跟您说病人在哪啊 不然我们随便透露资料 再说了 现在也不是探望病人的时间呢 可是我说完了这句话 这小子站在门口 不说话了 就这么看着我 但是表情还是笑嘻嘻的 我一看他不说了 我就又问他 那您还有事吗 因为这会儿 他在我心里边 已经差不多给了定位为 这人脑子不正常 所以我呢 当时就想哄他出去 可是我问完他还有事吗 结果他又告诉我说 哎呀 接个人真是麻烦啊 你们这是 条条设卡挡着我 我是费了半天劲 才找到你们的 你们就告诉我 他在哪儿就得了呗 嘿 我当时 这说的什么玩意儿 什么条条设卡 谁挡着你了 再说了 你穿成这样 人上哪儿也不让你进呢 人都害怕你 一看你这是干嘛 你穿约了是怎么着啊 我这会儿心里边就有情绪了 可是 我还没等我说话了 这小子转头走了 一边走着 一边甩闲话的说 行啊 那不问你们了 我自己找去不就完了 然后走得特别快 奔着楼到深处就走去了 那这小子走了 走完之后剩了我和两个护士 我们仨坐在办公室里边都蒙了 护士看着我 我也看着他们 然后当时是一个小护士先说话的 张大夫 这 这是什么人呢 好奇怪啊 我当时也是弄了个哑口无言 不知道说什么 可是走了就走了呗 医院他也造不成什么损失 我们朝着外边看了看 他呢就朝着走廊那边走了 我们就没再打理他 然后呢就又关上了办公室门 坐在各自的位置上趴着休息了 可是隔了也就是二三十分钟吧 一会儿大门又敲响了 而且这次敲门的声音比刚才声音要大 我们一听就听得出来 又是这小子 因为一般情况下 有病人喊我们都是喊大夫 没有人过来这么使劲敲大门的 马上就把我们三个人给吵醒了 我呢 这回是先站起来过去开门的 这一打开门啊 果不其然 就是这小子在大门口外边站着了 我立马态度就非常不好的问他 不是 你还没走呢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我们这休息了啊 还有这是住院部 你再不走我叫保安了 可当时这小子根本不听这一套 我说的话他听不进去 直接跟我急了 反过来告诉我说 我告诉你啊 我找到我们连长了 而且我们连长跟我说了 说他下午要抽烟喝酒吃肉 你们不给他是吗 你们什么意思 嘿 当时他这么一说 我马上心里边咯噔一下 为什么呢 那看来先别说别的 他现在已经去打扰我的病人了 他肯定是找到那老爷子了 不然他怎么知道下午老爷子要抽烟喝酒吃肉的 所以一下子我这会儿就有点怒了 立马跟他着急的说 你怎么回事啊 那看来你是到我们病人的病房捣乱去了是吧 行 你等着啊 你别走 那谁 小姐 打电话叫保安 护士一听我说叫保安了 他很配合我 立马就给我们的中央服务台打电话了 可是这电话刚一拿起来 门口这小子又说 哼 你叫什么安也没有用 我马上就走了 我告诉你们一声啊 明天给我连长准备好烟好酒好肉 因为他在这待不了多久了 他快离开了 你们懂吗 反正爱听不听吧 我通知你们了 你们呢 最好是照做 说完之后 这个奇怪的人转过头 就又走了 这小子 这第二次走了之后 我们仨更是大眼瞪小眼的 这么瞪着 这哪个哪啊 这是 可是这时候 您别忘了电话已经拨通了 我们还是把这事通知了保安 不一会儿 中央控制台这边 就派了三个值班保安过来 但是保安配合着我们 在住院部是一番的搜索 也没发现这小子的踪影 并且我们还去了所有的病房 看了一下 病房也是相安无事的 尤其是那个姓刘的 他说是他连长的老爷子 老爷子正呼呼睡着大觉呢 哎呀 我们当时就觉得可能是遇上神经病了 而且那会儿没有什么经验 就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 后边精心了点 就算了 但等到了转过天来 我们那个主任和副主任都来上班了 我们呢 他就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当成个乐事 讲给他们二位听 可万没想到啊 我们是当乐事说了 人家俩人听完当时就跟我们急了 什么 你们再说一遍 我当时吓一跳啊 我说主任 我说错什么了 怎么了 没怎么了 这个事不能说出去啊 还有 啊 一会儿谁值班 让他找过来 今天得严重的盯着这刘老爷子 什么情况啊主任 我有点迷糊不明白 但是主任接下来只是继续嘱咐我让我赶快回家 这事连家人都不要说 让我闭口不能提了 我当时真的让主任给弄懵了 我对这事产生了无比的好奇 但是这会儿我该下班了 对于一个工作者来讲 什么事比下班更快乐更重要 所以我就不管这事了 当时早晨起来答应完主任之后 就回家休息了 到了家里边一路 您说我没想这事吗 想了 但是我是真累真亏 到家冲了个凉 躺床上就睡了 结果睡到下午两点多钟 我还没睡醒了 深睡在梦境中 忽然被一个电话铃吵醒了 醒来之后一看这电话铃 是昨天晚上跟我一块值班的 一个小护士打来的 我当时挺不高兴的 我就把电话接起来了 喂 谁啊 哎呦 你怎么这么早就醒了 我还睡着觉了 可是我说完这话之后 电话里边的护士 特别紧张的告诉我说 张大夫 您快醒醒吧 您别睡了 您得赶快回趟医院 现在是主任 让我给您打的电话 让咱们三个都回去 啊 哪三个呀 就是昨天晚上 咱们值班的那三个人 为什么呀 哎呀 医院出事了 你知道吗 中午的时候 刘老爷子走了 然后现在医院的领导们 都认为咱们 昨天晚上看到奇怪的东西了 这护士说到这的时候 说实话我没听懂 什么奇怪的东西 因为这会儿我是睡觉状态的 我脑子还木着 我就反问他 什么 什么奇怪的东西 哎呦 您忘了吗 昨天晚上有个穿军装的 说来接他连长 我刚刚啊 从主任那儿才知道 这刘老爷子以前 就是当兵的 而且咱们领导说了 他怀疑 昨天晚上来说 接刘老爷子的那个 那个当兵的男的 就那男孩 怀疑他 这护士把话说到这儿的时候 他自己就说不下去了 因为我能感觉得到 他比我还害怕的 可是这会儿 听到这儿的时候 我就是再傻 我也听明白了 我心里边 那才真叫是咯噔一下了 然后接下来 我就快速的赶往医院了 因为领导召唤我们嘛 但是这一路上 我是不自控的 开始琢磨起来 昨天晚上发生的 一幕一幕的画面 那个穿着军装的小伙子 一直就在我眼前这么晃悠 可是真到了医院之后 我又开始想起来 刘老爷子了 您说 莫娜知道刘老爷子 今天就离开了呀 昨天那病 还逐渐的在好转呢 但是我要是知道 刘老爷子今天就离开了 那昨天晚上 我非亲自给他 叫上几个好菜 买上一瓶高度的 浓香型白酒 而且我必须得亲手 给他点上一根烟呢 朋友们好啊 咱们今天晚上又见面了 今儿晚上给大家说这故事啊 这故事没有任何的 什么闲言碎语啊 什么前情介绍 什么都没有 直接奔入到主题 因为这个故事啊 它就跟咱今天讲故事的方式 非常相似 凭空不及 呆好好的 出怪事了 这个故事啊 发生地点呢 是广东这边的 但是它是发生在广东的乡下 不是城市中的 广东呢 自古以来就富裕 发达 但不代表哪都富裕 我跟您说 据传说啊 中国最穷的地方 在广东 最富的地方 好像也在广东 今儿咱说的这地儿是个穷村子 村子很偏远 都到了200506年这会儿了 村里边谁家要是有个摩托车 还挺当成一回事的 所以这不骂咱们今天这故事的主人公 就是06年那年 买了一辆啊 国产的摩托车 买完之后 在他们这村里边啊 周边是四五六的烂晃的 是自打有了这辆摩托车 就开始骑着是四处的去 是东边跑跑 西边颠颠 看谁家呀 吃个席呀 有个什么好吃的 上那蹭一顿去 看谁朋友那边打着牌 他也上那掺和一辙 所以呢 自打他买完了这摩托车 本来之前不怎么爱出门的 一下变得天天爱四五六窜去 然后再接下来 就是经常是早出晚归的 没些日子 晚上就遇上怪事了 这怪事一出啊 本来八千不到买的摩托车吧 开了还没两个多月了 三千五百块钱就给转手卖了 因为这件事就跟他这摩托车有关系 他是太后悔了 我早到不买这玩意儿了 这事情发生在这阿明啊 买完车 大概两个来月 两个来月的这么一天晚上 这事发的这天晚上啊 正好是广东刚刚过完春节 正赶上连雨季 每天呢 天气特别的潮湿回南天 而且小雨绵绵的 这阿明啊 搁在家里边 是一点都不老实 由于刚买完了摩托车 天天出去疯跑去 这天阿明啊 从他们这村子 开到旁边 一个叫牛尾巴村的 开到人家那个村里边 找他朋友玩去 然后大概是玩到了 得有十一点半 或者接近十二点钟了 这才从朋友家离开 骑摩托回家 但是这天他回来的路上啊 必须得路过一个小山沟子 是个小土丘子吧 也算是山坡子 这山坡不太高 但是两座山坡相连之间 有一道小沟渠 沟渠可挺深的 可能得有二层楼深 旁边呢 盖了一点湖兰 也都是本地人建设的 那护栏挺危险的 晚上骑摩托车 从这经过 要是没点把握 或者不是熟悉的本地人 真有可能掉下去了 所以虽然阿明他自己呢 很清楚这点路对有危险 但骑到这他还是减速了 不但减了速 把大灯调得特别远 哼哼着小曲 慢慢轰着油门 自怕是前边啊 万一没转好 慌一下床旁边的小沟渠里 那不出了事呢 但接下来阿明正在骑着 骑着骑着 什么事都没发生 只是此时这氛围不太好 有点幽静 有点阴森 阿明正在这琢磨着了 咱们还出不去这条路啊 正有点着急 忽然咯瞪一下 摩托车给灭了 这摩托车灭得特别突然 把阿明吓了一跳 一下子就熄了火了 熄完火 摩托车向前划情 阿明马上把车停了 停完之后 在那轰着油门就玩命的踹摩托车 这踹摩托车就是踹摩托车那启动的那个 嘟嘟嘟就那个东西 光光光踹了好几脚 这车就是不着了 怎么回事啊 这刚才来的时候一脚就着 怎么现在这样了 可是此时您别忘了 天黑 快接近一点钟了 而且又在这么个小山沟子里边 您想想 他就是本地人 就是家门口 那他是什么心情呢 阿明下来有点着急 后背发寒 但是没办法 这车推着不是个事啊 所以下来就开始检查这车 但是阿明他是个摩托车新手 他不知道摩托车的结构 根本就无从下手 只是瞎拿手扒拉扒拉 反过来还是骑上去 继续轰着油门 踹着摩托车 这正踹着摩托车了 咚咚咚的油门启动声 正响着 忽然间阿明听到 旁边从下边的沟渠里边 传来一阵哭声 一开始哭声声音特别小 但是逐渐的 貌似这哭声传来的 这个哭着的人 像是在沟渠里边 朝着阿明这方向走过来似的 等慢慢快走到阿明脚下 这点位置的时候 这哭声逐渐就大了 这哭声传来之后 阿明一听 顿时站那儿不敢动了 啊 谁在哭啊 等心里想完了这句话之后 此时已经知道自己的手 捏在摩托车的把手上 是越捏越死了 当时阿明着急了 立马一步又跨上摩托车 赶快拿脚拼命的着火 但是怎么踢 还是踢不着啊 可是这个时候 下边渠道里边哭着的那个女的 可是不惯着阿明啊 貌似非常的明显 离阿明是越来越近了 当时阿明说 我站在摩托车边上 我感觉她在顺着山坡往上爬 她的声音越来越清楚了 这女的怎么回事 哭得好吓人呢 这下阿明可不行了 吓得不行了 扛不住了 只得推着几百斤重的摩托车 向前跑呢 一边推着摩托车 气喘吁吁的回头看 别怕我上班呀 可是阿明的这担心是根本没有用的 那哭声貌似就在侧边的沟渠里边 干脆不往上爬了 阿明往前推着车顺着小路跑 小路左侧就是沟渠 那哭声就在左边的沟渠里边 也跟着阿明往前跑 这条小道 骑车可能得五六分钟 老长了 如果您推着个重摩托车 那得走十几分钟 二十分钟了 这怎么办呢 但是您别忘了 阿明可不是有钱人 摩托车小八千买的 他不舍呀 可是这摩托车是一点都不给力 他他妈救不着啊 但是阿明他体力有限呢 没跑了一会儿就气喘吁吁了 自己不甘心呢 哎呦 这摩托车怎么救不着啊 然后马上又跳上了摩托车 估计是抱着最后一搏的心态 我再踹上两脚吧 看看能不能把车踹一走啊 结果呢 嘿 刚摁住电打火 脚底下咱们一踹 死 车 车潮了 车潮了 马上轰满了油门 朝着这条小路 出口的位置 开走了 接下来阿明一边开着摩托车 一边向前奔袭 尽量把油门轰快点 但是也得注意路 不能遮下去 回别来了个鬼催的 本来没事的 掉到下边人可就死了 阿明其实这会儿还是注意的 而且此时 距离刚才听到女人哭声的位置 也是越来越远了 可当阿明刚刚开出这条小道去 逐渐的开始心里边 刚刚平静点了 哎呀 终于躲开那点地了 刚才那是什么东西在下边哭啊 正在这儿琢磨着了 忽然间 那哭声又来了 这一回哭声再次响起的时候 我想大家也听明白了 可不再像刚才啊 是在沟渠里边传来 距离阿明还有一段的距离 而这一次的哭声 好像是在阿明后座上面传来的 就在阿明的耳边响起了 当时阿明吓坏了 摩托车把着这个双手啊 当时不知怎么回事就不听操作了 往左边一个草壳里边 咱们一拐弓蹬一下 就闯进草壳了 哗的一声 摩托车翻倒 把阿明是足足摔出去了两三米 然后倒在地上的阿明啊 头昏眼花 多亏了这片草还挺厚的 没受什么重伤 但身体擦破了不少 脑袋也没撞在什么坚硬的地方 阿明起了身 哎哟 啊 我的妈呀 疼死我了 然后下意识地得看一下自己的摩托车呀 摩托车吐吐吐吐的还在那躺在地上 前面大鸡头的灯还亮着了 阿明马上向摩托车看剧 这一抬头啊 阿明差点又下背过去去 只见自己的摩托车旁边 站着个女的 这女的穿了一件绿色的连衣裙 就站在阿明的摩托车边上 低着头并没有看着阿明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这辆摩托车 阿明什么都顾不上了 也顾不上车室 也顾不上自己的疼痛了 站起身来 哇 朝着远处就跑去了 然后接下来是一路的奔袭 疯狂地跑 跑了十五分钟左右 这才跑到他们村子 阿明的村子是个长条形的 他们家住在村沫尾 想再跑到他们家 可能还得再跑个十五分钟 但是一看到自己村子到了 村里人他都认识了 直接就跑到村口 这第一户人家 平时跟他混得比较熟的 一个小胖子家门口敲门去了 肥老 你出来呀 肥老 在不在家呀 当时大喊大叫 大夜里边没两下 就把他那朋友喊行了 朋友他爸他妈也跟着出来了 一看是阿明 此时的阿明是遍体鳞伤啊 家人马上问他怎么了呀 阿明马上就告诉他 我遇到鬼了 而且摩托车怎么怎么回事 还摔在半道上 顿时间呢 是肥老他爸呀 就听明白阿明说的什么事 马上肥老他爸就问阿明 你说的你遇到个穿绿裙子的女人 我 你真的是遇到鬼了我 那个女的死了又十多年了 是被人家用摩托车创下去的 就在那个山沟子里头啊 那女的是前面那个牛尾村的呀 阿明一听这个 更害怕了呀 立马就要拉着胖子 胖子我怎么办呢 你跟我去吧 我摩托车还在那儿了 别看平时胖子炸炸乎乎的 好嘛 一看阿明说带他上鬼那手底下抢摩托车去 我不跟你去哦 那这大碗上的这不是闹着碗豆 你打架什么的事我可以陪你 这东西咱们惹不起吧 阿明当时一听气疯了呀 我八千多买的摩托车 现在扔在路边上 一会儿谁要从那儿过人给抢走了 怎么办呢 对不对 你连去这个都不陪我去 你这还是不是兄弟呀 但是肥老和他爸他妈是死活不去 接下来只见这大夜里边 阿明就站在村子里边是大喊救命啊 救命啊 你们谁帮帮我呀 我处死了 我遇到鬼了 您看到了吗 他这么闹腾 那能行吗 所以这天晚上 一点半到两点之间 让阿明的这几嗓子叫唤 把村头这边几乎三分之一村子的人 全都给吵醒了 同时这里边有谁呢 不用说了 就咱们家的听友啊 晚上听友跟着他爸也出来了 出来之后揉着眼睛怎么了 这外边那死出什么死了 好嘛 这么一了解 闹了鬼了 不过 虽说闹鬼归闹鬼 这村里的人呢 还是亲 一旦大家去到一块了 一大堆大老爷们 大家这胆就上了 所有人建议的意思是 阿明人平时也不做 而且摩托车好几千 不是闹着玩的 咱们帮帮他吧 挨家挨户赶快回去准备火把 或者拿着手电筒 咱们呢 就全都奔阿明的摩托车 有人在出行之前呢 还提议 我家有什么什么雷浮 那个说我家有什么什么 陶木剑都组上留下来的 然后主事的就说 你们都带上 咱们一块去就行了 接下来咱们听友就说呀 只见我们是快速的组建 出来了一条队伍 大概十多个人 有人拿着手电 有人诚心的点着火把 不是说没手电 是好多人说 说这鬼怕火 我们就浩浩荡荡的 奔着阿明那摩托车那就去了 要说这要是个故事的话 到这应该就完了 到这把摩托车捡回来 不就完了吗 它不是这样的 一般写小说才会把它写成啊 这事解决了 可是往往这些事情 它不尽如人意 因为等这帮人走到了那条小路上 打老远的就看见 躺在地上亮着灯的那台摩托车了 摩托车它有东西啊 突突突的 等于当这帮人拿手电筒 往那摩托车那边怎么一照的时候 我的妈呀 全看傻了 这阿明不是胡说八道的 他说的那个绿裙子的女的 还站在摩托车边上呢 一下子众人们就害怕了 马上也没有刚才露出来的那股子 强势的态度了 没事咱们人多去呢 所有人全都站着原地不动 打了咱们几秒钟的愣 其中有一个带头的 刺了一下 招呼众人 把手电筒关了 赶快关掉 然后所有人 刺 钻到旁边的草壳里去了 等这一众人等啊 钻到草壳里边 大伙就开始急个浪了 你们有什么办法吗 你手上不是带着藤木剑了吗 咱们过去砍他呀 还砍他了 砍谁呀 谁敢去呀 没有一个人敢去 这些人在草壳里只敢拿嘴白虎 听我跟我说 说他一直躲在他爸身后 不敢往前 这会儿他上了高三 其实岁数不小了 但是见了鬼 跟岁数是没关系的 他说凯哥 你当时是没瞧见 我们是真怂了 是接下来足足在草壳里 蹲了可能得有二三十分钟 实在坚持不住了 怎么坚持不住了 不是害怕那个鬼 因为您呢 可能不了解广东 广东到了过年的这会儿 尤其过完春节 蚊子是最多的 再加上这又是农村 您琢磨琢磨 一堆人躲在草坑子里边 我的妈那不喂蚊子了吗 谁扛得住 所以这其中就有人 当时说闲话了 我啊 这活不了了 这三桑窑的全资包啊 当时阿明不乐意走啊 他的钱在那儿放着了 但是人家跟这事没厉害关系 帮个忙可以 谁给你拼命啊 最后经过大家的疑病伤讨 阿明啊 你相信我 这东西不是咱们能够搞定的 咱们先走吧 应该没有人会动你这摩托车的 他慢慢的凿着凿着就没有油了 他就熄火了 等到天擦黑亮的之后啊 我们再陪着你来吧 阿明当时不走啊 但是眼前这一摸他自己也没招啊 最终没辙 一块我们就小心翼翼的起身 溜在这草坑子里边望后退了半天 这才慢慢走回村子去 回到村里 所有老爷们就没有了往日的那种光彩了 说话嗓门的声音也都变小了 一个个的都怂了 整整是一夜没睡 等到了早上起来 天都快亮了 我们这才又再次去那摩托车呢 不过还好 这一路上这边没来人 摩托车还在那倒着呢 但是已经熄火了 而且旁边的那个穿着绿色连衣裙的女的 也消失不见了 所以大家这才敢上前 把摩托车扶起来 扶起摩托车来转头 我们就赶快推着摩托车回村了 回村的路上 我们主事的那个 他也不是村长 就是在村里边 平时有点权威的这个人 就跟阿明说 明海 我告诉你 那个女的出事的时候 她你跟你老爸在镇上 你没有在家里 所以那女人的事情 你根本就不清楚 我告诉你 你这摩托车不能要了 她肯定盯上你的摩托车了 她当初就是被车撞死到三间下面的 你想一想 这车肯定是开不成了 阿明当时一听 听完没说话 一直在那点头了 心里边八成有数了 然后后边 就像咱前面刚开始说的 每个五六天 就把这车卖了 可能您听到这 觉得没什么 不就一辆摩托车吗 起码阿明捡回来一条命 但不是这么回事 对于我们村子那穷劲那个情况 再加上当时那个年代 一转手就赔了四千多 接近五千多块钱 阿明是承受不住的 后边可能得大半年 阿明足足瘦了 可能得有二十多斤 我们广东人 本来就没个一百三四十斤 再瘦干二十斤 阿明就不称样子 再到了后边 阿明好长时间是闷闷不乐 然后等到这年的快到年底的时候了 阿明就离开这村子 再后边就听我们村子里边的人说呀 说自打那次阿明被吓着之后 到现在 晚上 都不敢出门了 好了 小伙伴们 这期故事给大家说完了 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朋友们 我们明天晚上 再见 感谢您的收听和感谢您的收听